大家好,欢迎来到BitCourseTV 一天学一点60秒学Adobe Illustrator 大家好,今天来到一天学一点的第二天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Adobe里面的最主要的两个主角 就是Selection2和Direct Selection2 这两个东西在哪里呢? 它在我们工具上的最左上角 第一个和第二个 那么这两个的工具 它的快键和功能分别是什么呢? 大家先看一下 Selection2它的快键是V 它的作用就是作为全选物件 而Direct Selection2简单来说 它是用作于当选物件的关节 而它的快键是A 这边做一个小小示范 像在我们这边呢 我们有一个就是图样的物件 现在我们按着V按一下过后 我们点选一下 它所有的关节我们就已经选取了 放大点让大家看看 如果比方说我要在它的关节处做一些小设置的话 我把快键按去A 我们的鼠标直接变成白色的 你按一下 你就可以很轻松的 去点选它做任何的移动 设置这些东西 因为过后呢 往后logo设计的教学 或是你要做其他设计方面的东西 都非常重要 所以这两个小朋友一定要学会 大家有注意到了吗? 这两个呢 就是今天的一天学一点 第二天的关键课程 想学习更多的话呢 大家记得按订阅我们 BecauseTV 因为今天开始我们已经在开始挑战 一天学一点的设计教程 喜欢我的朋友 记得按订阅 BecauseTV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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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